则一处而夕 逆移速而眠 寻找身边的诗和远方 时间短 距离近 天字高 轻旅游 微度假 窄酒店受青懒 疫情影响之下 消费者出行有了哪些花式玩法 酒店和民宿又是如何打造 自身特色来吸引游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近两年来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了旅游方式 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点的 轻旅游 微度假 窄酒店受到青懒 身边也有诗和远方 选择停留在酒店和民宿 沉浸式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 这个周末 北京的小雪和红霞两个年轻人 特意开车来到北京市平谷区的 金海湖景区游玩放松 这个景区有95%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还有6.5平方公里的水域 年轻人来这里可以玩游船 翻船 滑锁 水上飞伞等水上娱乐项目 现在正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泛舟金海湖上游船赏秋景 远眺湖水周边的烂漫红叶 群山环抱层莲渐染 万木红叶与波光连连的金海湖相互映沉 在湖光秋色中流影 别有一种惬意和悠闲 1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平谷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里的山非常好 空气非常好 水又资源又那么大 从那一开始我就觉得 我说我不走了 我把北京的房子全都租出去 然后我就在这工作 在这吃饭 在这生活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入增加的 我们今年的客流量跟那个收入 都比去年增加了30% 因为现在北京的游客呀 他都不出门了 都来咱们远郊玩 一般的游客到我们景区 包括吃 包括住 住附近农家院 基本上一个人平均消费在500块钱左右吧 在金海湖景区内 除了可以住酒店民宿 还有一个新玩法 那就是露营 记者在草地上看到了六顶白色帐篷 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热衷野外露营 现在这种印尖帐篷是六顶 每顶里边可以住两到三个人 每晚是688元 周末 节假日 我们都会有一些家长 或者带着小朋友 或者一些情侣会住在这里边 晚上看看夜景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露天电影 可以看 景色不错 环境也挺好的 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个露营基地里 露营者可以自己带来装备搭建帐篷 对于没有露营经验的新手来说 也可以选择租借这里已经搭建好的帐篷 那么大家来租借帐篷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来自我表现欲 就是我可能要拍照 打卡 那么我们会配一些灯架跟一些煤油灯 然后它晚上会有一些氛围 那么我们的帐篷是这种金字塔的一个棉布帐篷 它非常上镜的 我们有这个充气床垫 它是一个双人的一米五的充气床垫 我们也会配备两个睡袋 那夏季有夏季的睡袋 冬季有冬季的睡袋 这样的网红毯呢 是可以给大家皮到身上去进行一些打卡的一些项目 然后我们这个帐篷里面也会配备一桌凉椅 大家可以在就是搬到户外 用来用餐啊 会客这样的一个形态 不少年轻人会拉上朋友 几家人一起到这里享受周末时光 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营地郊游 三个男生一起通力合作 很快搭好了营地 因为北京的这个疫情嘛 那个不能去那个境外去玩 所以也就去找一些那个境内的一些能够玩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由于孩子也大了 所以想带孩子来更多的来出来户外来看一看 逛一逛 带他来玩玩 所以就约着咱们那个几个同事几个朋友 然后一块带着孩子来出来玩 除了三五好友一起出来露营郊游 这里更多的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玩 刘女士对这里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今天带着女儿再次来这里度过周末 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周五就来了 因为夏天晚上其实比较凉快 然后晚上搭帐篷也不是很热 但冬天的话可能就是白天来了 待一天就走了 有的时候朋友多的时候 好几点帐篷在一起 大家那个吃的都是交换的 有一种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这也挺好的 出不去也挺好的 而且这不是可以带着孩子来玩吗 崔先生一家周五晚上就在这里搭建好营地 整个周末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这儿环境这么好 然后这么开阔啊 孩子我们家那个小狗 然后就在这草坪上跑天天跑 然后这些装备也是我们 我爱人是迷上这个露营了 然后买了好多装备 有不少露营玩家都和崔先生家一样 从一开始的体验到逐渐热爱 露营的装备也一步一步升级 李女士一家搭家的营地 就像是一个户外的家 各种装备一迎俱全 这个蛋卷桌有便宜有贵的 便宜一般五六百三四百 贵一点的七八百的都有 然后那个架子也是最近我新买的 然后也挺好的我觉得 沙发也是我新买的 这沙发还挺好的 是个冲冲系的 营地这边的草坪上 可以说都是资深玩家 装备更加强大和专业 除了在野外需要的烹饪工具 还有这种能够抵御 恶劣户外天气的车顶帐篷 这个是一个拖车 下面车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行李 包括所有的帐篷 全部可以放到这个拖车里面 然后上面其实平时 就是一个平板 然后现在是打开来的话 直接可以睡在上面 这样的话会相对于那些 地上的帐篷 会省掉许多地丁啊 这些的这个步骤 会方便一些 大概小一万块钱 小一万块钱 对 就是分很多品牌 如果说这种会扛 就是相当于是风级 如果说扛七八级风的话 就比较推荐这种 在营地的公共活动区域 家长们陪着孩子 在草地上肆意玩耍 玩累了就回到营地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现做现吃 传递出一种新的户外生活方式 这些应该四五百吧 家长门票的话不到一千 对 两家人六口人 乐趣就是 其实来讲就是要从平时的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 更多的回归到大自然的东西 说起来露营应该是这两年比较新奇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 在露营地可以看到这种家庭的 他们非常和谐的这种配合的一种新的远离城市的一种生活 那么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边 来一场直达心底的一个沟通 躺在草坪上仰望着星空 露营为什么在这几年一下子火了起来 是跳跃式的这种增长呢 一个是因为疫情 大家出不去了 那么可能会在近郊选择一种 我可以重返自然的这种生活方式 那么其次呢 我觉得也是跟经济有关系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富起来了 那么大家久在繁笼里富得才反自然嘛 大家对自然是越来越向往的 感谢观看 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红砖墙和琉璃瓦来作为装饰 然后所有的房间都是观景房 躺在床上就能看长城 这种最大的特色 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红砖墙和琉璃瓦来作为装饰 然后我们这是淮州区唯一的一家乡村遗产酒店 主要它保持着90年代的原风貌 然后那个四个窑洞 我们这个保留了五个以前烧窑炉的窑洞 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疫情的到来 这里的民宿建筑布局更加松散 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进行日常维护 但是疫情并没有让客流量减少 其实我们疫情之后的时候 客人是比过去多的 多的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出太远的就是去游玩 都是近郊游 客流比过去增长了大概有20% 25间房 所以每个周末都是满的 在这家民宿旁边还有一家精品民宿 设计师用五年的时间 将这里打造成新的乡村院落邻里生态 让来到这里的旅客既能体验田野千墨的淳朴风情 还能享受到现代化舒适的居住设施 它是一个本地很普通民房的演变的一个结果 那么室内的生活又是能满足城市人 刚来到这的一个期许和它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这种院落邻里的生态 让游客们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 也吸引着不少城市里的人前来拜访 沟女士和朋友整个周末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酒店会显得非常的官方 以及它是规则感 城市感特别强的 但是民宿就很有自己的特点 会觉得它很像很像我的故乡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对于我来说 一个摄影师朋友推荐我来这儿的 他说这儿特别好拍 然后我看了环境也是觉得特别棒 因为原来来过沐田玉长城 但是都是很早以前来的 原来的时候只有农家院没别的 后来发现这个村子以后 我发现还就是真的挺不一样的 房间里面它是有地暖的 所以你其实光脚走在地板上 是很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在冬天里面 我觉得如果按 比如说我们是周五到 然后周日回的话 其实是一个两晚三天的行程 我觉得大概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三个的话 大概人均 两千到两千五左右 连吃带住 在渤海镇还有很多这样能给人带来惊喜的民宿 像这间民宿被山林包裹推窗集市井 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数据显示在疫情再次出现局部反弹的情况下 人们的出游表现出了周边强长线弱的总体趋势 北京等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周边的文旅单位 综合度假区等热度快速上升成为消费者周末休闲度假的首选 一些酒店度假村也呈现出旅客数量维持稳定甚至上涨的现象 在深圳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短途游轻度假这样一种新型的度假方式 深圳的山海城都成了特色民宿的卖点吸引着消费者 在深圳一提到度假海边永远是短途游的首选目的地 作为广东省民宿诞生最早民宿数量最多的区域 大鹏新区孕育了全省首个民宿集权教常委民宿小镇 民宿行业逐渐辐射整个半岛形成西冲 关湖 东冲 南澳 新大洋梅坑等民宿集群 十栋五颜六色风格迥异的民宿建筑在南澳第一沙滩独树一帜 让人眼前一亮海上钢琴房 铜区亲子房 超大浴缸房等不同主题的房间 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海景阳台自然是房价的最大亮点 住客们可以悠闲地在房间内听着海浪欣赏日落 除了面朝大海的房间 五颜六色的民宿建筑都坐落于这块特色的风情街区 吹着海风在这里打卡拍照也成了吸引消费者的一大亮点 复古老爷车特色艺术装置街头涂鸦彩绘 在这里民宿拥有完整的配套设施 也是消费者们前来度假的理由 很多海洋运动是神兽游客喜欢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批划艇 搬船 讲板 还有潜水以及摩托艇 这些海洋项目的现在逐渐很多兴趣的一些社群爱好者 他们都来到这里面 有的时候你在这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他们玩海 不单单是看海 还要玩海 海边度假的方式深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正值周末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海边 感受大鹏独有的自然风光 我女儿她喜欢在海边玩 然后又觉得在海边的民宿可能会轻松一点 离海近一点 清西乡社坐落在深圳市平山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客家小村落里 这里距离深圳市区只有一小时的车程 却没有一丝都市的喧嚣嘈杂 白墙主市 青山环绕 溪水潺潺 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前来游玩度假 为了打造舒适的度假体验整栋民宿只剩了五间客房 其中三间客房各独占一层内外通透的客厅 哪怕只是静坐都十分舒适 卧室内采用了大量的竹元素与原木的运用 与外部自然环境迅速融为一体 大大的圆形窗设计 让住客们可以近距离观赏山景 品品查 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坐在顶楼的露台上 后山的整片翠绿在眼前铺陈而来 形成了一副蝉画卷 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 感觉所有的烦恼都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因为这个房子也是空了很多年 空了十几年的那种老房子 我们当时想把设计之中 就是想把周边的环境 能够融入到室内空间当中 我们当中就可以看到 有些原窗的出现 原窗其实它是像一个画框一样的 像一幅画面一样的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一个景 让客人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村里面 在这个山里面去感受大自然 清幽的环境 质朴的村子 都是对都市人繁忙工作之后的抚慰 清晰相识的主理人表示 自疫情以来 房间订单只增不减 周末基本满客 这其中以情侣 闺蜜群体 为代表的深圳本地消费者居多 他们向往在周末来到山里 远离城市 又能随时回去 而短途游是最能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旅行方式 基于是比较新颖 独特 然后这个环境呢 又是远离这个都市中心 因为我们平时在深圳上班 工作节奏会比较快 而且每天都是在办公室 这样格子间里面呆着 到这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 还是很舒服的 我们基本上只要是有时间 大概就每周末 到了周末都会出去 就比如说像这个民宿 就很适合我们 因为也不会影响 下一周的工作 基本上从市区 我们住在罗湖 过来车程也就大概四十多分钟 如果不堵车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短途游 对于就是身心的一种放松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小眼眼鱼也大眼眼鱼是 深圳南投古城在近两年的更新升级中 诞生了很多风格鲜明的建筑 它们在深圳的城市发展中 具有特殊的意义 也见证了自然生成中的城市变迁 沿野的窄酒店便是其中之一 这栋加在缝隙中的 编号为NT45的窄楼 被打造成的全深圳最窄的城市民宿 究竟有多窄呢 赶紧来看看 五层楼四间房 北街客房只有20平米 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 却有一张1米8的大床 以及一个可以看到 南投古城美景的大卧底窗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20平米里同时兼具了景观 舒适和功能性 完全满足了客人 对客房功能区的需求 这背后也凝聚了设计师 和主理人对城市居住空间的思考 小空间怎么做出好的体验 然后有好的这种限制指数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想要做的 一个量版的参考 宅酒店的另一道卖点 则是它处于古城的特殊位置 它和古城融合自然相辅相成 住客可以躺在床上 或是依靠在窗边 窗外没有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 有的只是南投古城里面 这些朴素的建筑 还有绿色的植被和天边的白云 有一种宜然自得的感觉 住的时候都会在古城里面 就是去逛逛其他的店 吃吃东西 然后喝点小酒 我觉得整个这个店 跟古城的融合还是蛮好的 打破了传统住宿的布局 深圳独有的山海城资源 给了民宿更多的可能性 在疫情的特殊环境下 身边也有诗和远方 成了新兴的旅游方式 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民宿旅游 2020年和今年很多精品民宿 成了一个爆发式的专长 尤其是这个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周围 它整个的这个民宿呈现一个量价齐升 位于长州丽阳市南部的天目湖 这里被誉为江南明珠绿色仙境 湖水畔茶山像 天目湖镇的酒店民宿 凭借着湖水和茶山两大特色 吸引了不少江浙湖的游客前来打卡 我们是从南京过来的 周末带着老婆小孩到这边来玩一玩 这边大溪水库环境特别的好 我们开车过来 然后骑车稍微的休闲一下 运动一下 开车的话这条公路的话非常好看 路非常宽阔 非常适合大家周末一起自驾 网易红清水像半日清闲 寒田度假村酒店坐落于天目湖畔的私密半岛上 四面衣衫傍水景色秀丽 清晨伴着鸟儿的歌声苏醒 推开窗 湖光 山色 尽收眼底 度假村内有五家风格酒意的酒店 适合不同的客群 特别是我们还拥有长山脚最美的史外温泉 半山温泉 衣衫而建的温泉 让游客可以用360度的环绕视野纵览湖景成为亮点 同时考虑到短途游客的需要 度假村每到周末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音乐节 帐篷节 研学活动等 疫情之下 这个山清水秀的度假村 正逐渐向微型旅游度假区转变 除了大型度假村 各具特色的民宿 这两年在天目湖畔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池塘37号民宿 一坨原有房屋设计打造 设计中运用了大量的石头元素 以古法累契 以沙为水 以石为塘 之前有看到很多博主在这边拍照很多美图 然后也是设计感比较强的一个民宿嘛 就约着和朋友一起过来这边拔草 我出生在这个天目湖镇食堂村 然后把自身打造成一个网红拍照打卡点 那么带客人可以体验这样的回归山野的生活 又远离城市的喧嚣 《印象天目茶社》 是丽阳一家以茶为主题的民宿 在这里从住宿到餐饮再到日常活动 都与茶文化息息相关 在一楼大落地窗前 饮茶品名 到茶山体验茶叶彩毡 茶果子制作享受自然 最后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感受自然的美味在舌尖绽放 让游客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在静谧的风光中感受茶文化 沐星湖露营谷则主打短途签子游 沐星湖有山有水 小朋友们白天可以和小伙伴家长们一起玩耍 晚上享受星光宴会和烟花表演 清澈水库边秘境松林行 清澈蒙古包帐篷 打造出近两年流行的精致露营体验 能和小朋友一起共同成长 带小朋友更多地了解大自然 然后能让小朋友 在大自然的生活当中 能够了解更多 他平时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任何知识 主要是周末 然后现在疫情也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打发时间 就近找了一个营地 然后带孩子出来放松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 那么我们和传统的一些酒店民宿 也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们会更亲近大自然更自由一些 深细田园时光 清澈山野生活 我们也是想让在城市中 工作压力大的人 然后难得有空余时间 就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家庭 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 关于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 其中标称金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香葱苏打饼干 过氧化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近期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关于20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其中标称贵州珍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商标为前珍安的麻辣牛肉 均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